志季付出的身影真的让人相当的感动 其实马来西亚东岸水患 槟城茨基志季也分批前往来进行光环 而每次停留时间其实都不太长 但是却带给灾民很深的感动 和茨基志季的相见 第一次是在收容中心 当时罗扎马眉头深锁 而就在告别时 把笑容留给茨基 这也是他的回报 尔罗娜更开心的是志季还特地来拜访 尽管衣服家具全都泡了水 这一家人想办法盛装打扮 迎接贵宾到来 带着志季看看灾后的家 也更明白罗扎马的负担有多重 姐姐和妹妹是残疾人士 照顾家案的重担 全都烙在她的身上 贫困的家境 现在是雪上加霜 无奈但她不再是意志消沉 正一步一步要找回过去的笑容 警报着第一次才见面的志工 再次感受到当时的关怀 这也是罗扎马在站起来最大的力量 大爱新闻珍珍美之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